第四十屆日月堂萬人勇度 將會在9月4號盛大登場 這次也聚集總計 一萬八千七百零九人 報名參與賽事 雖然疫情逐漸趨緩 但賽事還是要求每位選手 必須打滿三劑疫苗 並以最高防疫標準來辦理活動 那麼因為現在疫情比較趨軟 而且我們防護措施也做得很好 我們要來參加勇賽的 當天一定要快篩 快篩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才能夠讓他下水 四十年的時間在最早以前 只是我們一般的民眾 鄉親在這裡橫渡 但是到縣政府的好朋友 在一起推行 然後進階到全國的鄉親也參加了 現在可以說是國際性的賽事 萬人勇度去年因為疫情嚴峻而停辦 今年縣府決定復辦 這項台灣的年度體壇盛事 因此來到壇邊辦理祈福儀式 希望活動不受疫情及氣候攪局 也透過修建比賽場地 讓選手安心比賽 那在這個活動我們在招呼碼頭 今年也日館處也特別把它整理完成 比以前的場域完整性 友善性更高 我們希望這次的活動在這個禮拜六 跟禮拜天能夠順利完成 不過為了維持交通順暢及行車安全 活動期間主要道路及停車場 將進行交通管制 其中包含一達少等商圈街區禁止車輛進入 呼籲民眾遵守規定 也尊重當地居民生活起居 原視新聞昆迪福南投余池采謀報導